喂,那為什麼你老爸又沒有欠你債啊? 不是,不過這個世界有些人是欠債不還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 很多貸款制度是很不對的 我覺得一個人是不負責任他要走你的數 他怎麼都走到的,是吧? 所以我們覺得銀行的貸款制度以後應該是這樣的 譬如你男人也好,女人也好,你走進來 這位小姐,沈小姐是嗎?請坐 沈小姐,你有沒有兒女? 你有一個女兒,你的女兒有多大? 有多重呢? 很健康啊,讀哪家學校? 名校來 沈小姐,希望你不要介意一下 每一次你的女兒生日的時候 你會用大約多少錢跟她慶祝生日呢? 讓我查查 哦,你成一半的人工來的 沈小姐,我們覺得你很符合我們銀行的貸款原則 全力照顧阿欣怡,我們都會全力照顧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